这个Discount Coupon 讲用 一开始我们去 setting 我们来这个Discount Coupon 这边 这边就是你Create过的Discount Coupon 我们这边可以Create新的 这边就打你的Coupon Code 你们可以自己打 我随便打 这个是我的Coupon Code 然后我们这边就有三种类型 Face Card Discount 就是说 就是客户间把 November 11的话 他们就可以拿到10块钱的Discount 当然要到一些Coupon Code 如果是讲 %Discount的话 我打10% 客户就可以拿到10%的Discount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最多 虽然是有10%的Discount 可是最多可以扣一个10块 你们可以这样子去设定 所以这个的话是Free Shipping Free Shipping Free Shipping 就是当客户打这个Coupon 我们就可以直接 Wave 掉它们的 Delivery的Chargers 主要是Defense 看你们怎样去做Setting 现在我按这个 Face Card 10块钱的Discount OK 这个Coupon是几号到几号可以用 你们可以自己去Set 时间咯 如果没有Set的话 它就是 Permanent的咯 一直都可以用 如果是说 你们是有了自己Set时间的话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Set咯 然后 这一边的话 就是 Usex or Restriction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Coupon OK 是达到一定的Amount 还是 当客户买到有一定的数量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选择 这个Amount的话 现在才会打100 当客户买超过100 100或100块以上的时候 他才可以用这个Coupon 这个的话就是 10样 就是当客户买 超过10样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Apply 这个Coupon 所以就看你们怎样去做 OK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Coupon 是每个Product都可以用的吗 还是一些指定的Product 可以用罢了 OK 这个是Usex Limit的东西 OK 这个的话就是 我放100张 就是 这个Coupon 可以给客户买100张 100次 OK 这个的话就是 一个客户买可以用多少次 例如我放1的话 就是每个客户买 只可以用一次咯 如果我没有放的话 客户买可以一直用 所以就看你们怎样去Adjust 所以Create 过后我们就按Create Discount 就可以了咯 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是我们Create 这个Coupon 这个Coupon用的话 它是会在这边用的 就是 它不会automatic 用这个Coupon的 是客户买 需要自己去key in 这个Coupon的咯 在购物车这边 我们继续 其实它是在这边 就是在付款方式的这边 OK 所以这边是给你们输入 邮会券的啦 所以就是你们可以输入 刚刚的那个代码咯 OK 当然这个 我们还没有选择东西 它是没有rich到那个quadition 所以就不可以用咯 所以 大致上 Coupon的东西是这样子 然后什么不清楚 再给我们知道